大家好,这里是线缆科技秀,分享线缆行业科技资讯。 塑料电线产品的质量好坏,与挤出过程中最后定型的装置模具有重要关系。 模具的几何形状,结构设计和尺寸,温度高低,压力大小等直接决定电线挤出加工的成败。 电线电缆生产中使用的模具,包括模芯和模套,按配合形式主要有挤压式模具,挤管式模具,半挤管式模具,挤压式模具的模芯没有管状成镜部分。 靠压力实现产品的最后定型,挤包的塑料能嵌入线芯或缆芯的间隙中。 挤出的塑料层结构紧密结实,外表面平整光滑,但产品质量对模具依赖性较大,挤素对配模的准确性要求高。 另外,由于挤出是模具在挤出的模口处产生了较大的反作用力,挤出产量较挤管式的要低得多,而且该模具调整偏芯不易,容易磨损,尤其是当线芯和缆芯有弯曲时,容易造成塑料层偏芯严重,挤管式模具, 模型有管状沉径部分,模型口的面伸出,或与模套口相平,挤管式模具使塑料挤包前形成管状, 筋拉伸作用包覆在电线电缆的线芯或缆芯上,挤管式模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优点, 以充分利用了塑料的可拉伸性,大大提高几出产量。 二,操作简单,一条偏芯,其镜向挤包厚度的均匀性,只由模套的同芯度来决定, 不会因线芯或缆芯任何形式的弯曲致使塑料层偏芯。 三,塑料筋拉伸发生定向作用,使其机械强度提高,挤出的电线电缆的弯曲性能好。 四,模具与线芯或缆芯的间隙较大,不但防止了线芯的刮伤,而且减轻消除了磨损, 延长了模具的使用寿命。 五,配模简便且模具的通用性大,能挤包各种形状的线芯,如扇形线芯和碗形线芯的绝缘层。 尤其对拉伸比较大的塑料,同一套极管式模具可以用牵引速度调整拉伸的办法。 控制塑料层厚度,半极管式模具,模型有管状沉径部分,模型口端面缩进模套口。 半极管式模具与挤压式模具大体相同,它吸取了挤管式和挤压式的优点, 改善了挤压式模具不易调偏心的缺点,常用于大规格的内护套和要求紧密结合的外护套挤出过程。 以上解除了线蓝挤出模具的几种类型,实际还有许多略为复杂的模具,高速挤出模具, 二层或三层挤出模具,双色挤出模具,多心带状挤出模具等等。 小编水平有限,老铁们说说看这几种模具,还有什么优缺点都是用于哪些线蓝产品。 下期见!